两位厨师的人生 生活在乡下的阿翔和阿贵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他们俩长大后都想成为一名厨师 阿贵,听说你要去都市学习烹饪 是啊,我一直想当一名厨师 那样的话,自己也可以每天都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 哈哈,我们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啊 啊,想法竟然一样 不瞒你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要去豪生餐厅学厨艺 啊,阿翔,你要去豪生餐厅学厨艺 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吗 那里怎么了,你知道吧 豪生餐厅做的鸡鸭鱼肉可是出了名的美味 我一直想学会这手艺 可是我奶奶说过 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就算做厨师,也只能做素菜 可不能为了满足自己和别人的口腹之欲 而肆意杀生 那样的话,早晚会遭到报应的 这么说,你要学的是做素菜 是啊,我准备去素卫斋那里学习如何做素菜 要知道,那里的素菜可是很有名的 阿贵啊,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和我一起去豪生餐厅学做荤菜吧 做得一手好鸡鸭鱼肉,以后就算自己开店也会很受欢迎的 难道你就没想过吗 你开这样的餐厅,生意越好,杀生就越多 这样下去,可是会积累很多的罪业 最终会遭到惨烈的果报 真的很可怕的 阿翔,你和我一起去学做素菜吧 那么多的餐厅都做荤菜 我可没看到那些厨师遭到什么果报 我看,我们还是各学各的吧 唉 阿翔和阿贵,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他们朝着各自向往的地方去了 五年后,努力工作学习的阿翔和阿贵 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餐厅 哎呀,这家餐厅里的客人可真多 不知道要等多久 不如我们去对面那家店吃吧 素菜馆,吃素有什么意思 我们就在这家店吃吧 我听说这家店的老板阿翔 过去可是豪生餐厅的厨师呢 他做的鱼和鸡都非常的美味 是吗,难怪这家店的生意这么好啊 欢迎光临 老板娘,听说你们这里做的鱼和炒鸡很好吃 给我们来一份吧 好的,两位,请稍等 阿翔,又有客人点了鱼和炒鸡 知道了,等一下就做好了 哎,小林,赶快再去杀鸡和鱼 好的,老板 真是太美味了 这家店的鱼做的真好吃啊 是啊,炒鸡的味道也很棒 以后我们就常来这里吃饭好了 阿贵 阿贵啊,你怎么还这样固执啊 你看我的店天天客满 作为朋友 我看你生意这样 真的很替你着急啊 阿翔 作为朋友 我看到你店里的生意这么兴隆 也是非常着急 要知道,你生意越好 杀生就越多 杀生越多,身上的罪也就越重 最终得到的果报就越惨 阿翔,赶快收手吧 现在还来得及 你还是这样 算了,既然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就各做各的吧 今天是周末 晚上一定会来很多客人的 你们可要多准备一些鱼和鸡啊 老板,你放心好了 今天我们采购了好多呢 是啊,食材绝对没问题 只是今天晚上又要辛苦老板您了 因为好多客人 都是慕名来吃您做的鱼和鸡的 阿贵,你看阿翔那边的生意多好啊 不如我们也像他那样 开一家做婚菜的店吧 那怎么行 虽然我们的生意不如他 但你要知道 他这是在造业呀 生意越好,罪业就越重 而我们素菜馆是在行善积德 即使钱赚得少一些 但是我们收获了善果啊 每次你都这样说 可是我却没看到那些做婚菜的人遭到什么果报 阿贵和阿翔就这样做着各自的生意 转眼间 十年过去了 阿翔餐厅的生意可真好啊 这么晚了 还有这么多客人 唉,阿翔餐厅开业有十年了 这些年得有多少生灵死在他的手里啊 沙业这么重 真不知道他最终会落得什么下场 哎呀,今天竟然忙到这么晚 老公,我们也赶快收一收回去休息了 唉,算了 我在店里睡一会儿就行了 等一下天亮 我还得去市场买新鲜的鱼呢 好吧 那我就先回家了 对了 你忙了一晚上还没吃饭呢 我在厨房里熬了一些汤 你热一热喝了吧 唉,知道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是怎么回事 起火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人救救我 啊 这时候 消防队员及时赶来 他们将烧伤的阿翔救了出来 可就在他们刚刚冲出街道的时候 阿翔店里的瓦斯爆炸了 赶快 先把这个人送到医院 火势控制不住了 我们得请求支援 好痛 好痛啊 好痛啊 让我死了算了 痛死我了 阿贵 你们来了 哎呀 阿翔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阿翔他中毒烧伤 平常晚上他都会离开餐厅的 为什么偏偏那个晚上他要留下来 要是他不留下来也不会伤成这样 阿贵 是阿贵来了吗 阿翔 是我 阿贵 我真后悔 我真后悔没听你的话 阿贵 阿贵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你跟我说 我这样杀生是会遭到果报的 过去我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什么果报 现在我信了 这几天 我天天梦到那些被我做成菜的鱼和鸡 他们一边说着自己被油炸和开水烫的痛苦 一边冲过来向我索命 我想 我之所以全身被烧成这样 都是因为果报啊 阿贵 你不要想太多了 你既然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那等伤好了 就不要再杀生了 我想现在悔改还来得及 我想 已经来不及了 我身上的罪业实在太重了 这场大火是我们餐厅引起的 一连伤毁了那么多间店铺 这些年我们赚的钱都不够赔偿的 阿贵又变成这个样子 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你不要太难过了 有什么困难 我可以帮你们 阿贵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些钱你先拿着给阿贵治病吧 你们的钱我可不能收啊 你们的店也被烧毁了 你们现在也需要钱啊 谁说我们的店被烧毁了 我听消防员说 因为我们店里的瓦斯爆炸 结果引燃了周围好多家店铺 就连对面的店铺也烧了起来 你的素菜馆就在我家餐厅对面吗 难道会没事 是啊 说来也奇怪 我们餐厅周围的店铺都起火了 可唯独我们家的素菜馆 一点事都没有 真是不可思议 我想这就是这些年 我集下的善果吧 啊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 这么说来 阿翔杀了那么多生灵 天哪 他一定会遭到果报死掉的 我想阿翔的果报已经降临到他身上了 他现在悔改还来得及 不瞒你说 自从我知道阿翔执意要做荤菜的时候 我每个月都要替他放生 希望能帮他弥补一些过错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帮他 难怪消防员说他能在那么大的火里活下来 是个奇迹 而且他刚被救出来 瓦斯就爆炸了 如果再慢一步 那后果不堪设想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啊 阿贵 谢谢你 我们以后不会再做婚时了 也会经常行善放生的 两个不同行业 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人生 杀业重的恶业 得到相对的因果报应 利益众人的善业 也得到避灾的善果 希望世人都可以从事正业 来广结善缘 趋吉避凶的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